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好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入菩萨心论》 《入菩萨心论》当中 现在宣讲菩提心的功德 菩提心的功德当中 以教证来说明 他的功德的合理性 以理证来说明 具有如此功德的合理性 那么以教证说明 前面已经讲了 现在是以理证来说明 理证说明当中宣讲了 意乐的殊胜和加行的殊胜 那么今天讲加行殊胜 加行殊胜大家也应该清楚 一方面所谓的菩提心 已经具足了如是的殊胜 从意乐方面 从我们内心功德方面 也具足如是的功德 然后下面就是说 他的作用方面 他的加行方面 也有如实如是的功德 就要宣讲这个道理 那么这个分两个方面来进行宣说 加行所缘广大 还有其他 无有如此之加行 从两个方面来讲 首先第一个问题 在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珍贵菩提心 众生安乐饮 出苦妙甘令 祈福何能量 他这里就是说 殊胜的 珍贵的 就像如意宝那样的菩提心 这个菩提心 如果我们完全了解它的价值 那么一切众生依靠菩提心 暂时在人间也好 或者是天气也好 在世间当中 获得无上神庙的安乐 而究竟来讲 获得三种解脱 身闻缘觉菩萨佛陀的果位 如是快乐的根本因 也就是说 我们的菩提心 实际上世间的 一切安乐的因 就像以前 《窍诀书》里面所讲的 我们世间当中 哪怕是在天气比较寒冷的时候 出现一个温暖的日光 或者你在处于天气苦热的 环境当中的时候 出现凉霜的一些凉风 这些全部是 佛和菩萨的加持 也就是说 这些全部是 按照佛之心里面 所讲的那样 世间上一切快乐 就是利他而产生的 世间上所有的痛苦 就是为了自我的执著而产生的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 所谓的菩提心 是一切众生 暂时究竟安乐的根本因 而且遣除众生的 所有痛苦的生妙甘露 大家也应该清楚 我们世间当中 有各种各样的疾病 世间上如果有一个万能的 或者非常殊胜的 依靠一个药来 能治治所有的病 就像天人的甘露 所有的这些疾病 全部都依靠甘露来可以治愈 同样的道理 所谓的菩提心 它有如是的功德 我们世间当中有八万四千烦恼 八万四千痛苦等等 世间有无数的困难 灾祸 或者心理的毛病等等 那么这些全部是 依靠菩提心的不共威力 能遣除 所以它跟甘露妙药 没有任何差别 而这样的菩提心的福德 它的功德无法衡量 怎么会是能衡量呢 也就是说 依靠佛的智慧 也是很难以衡量的 当然我们知道 佛陀是有无量无边的智慧 那么佛陀的智慧不能衡量 是不是没有遍迹 或者佛陀不是遍迹 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菩提心它的功德 实际上是无量无边的 即使说佛陀的智慧 也没有限度性 能获得有限的一种功德 没有的 所以这些问题大家也应该清楚 我们赞叹菩提心的功德 并不是说 实际上没有什么可赞叹的 光有一些空口来赞叹 不是这样的 的的确确它具有 如实如实的功德 这一点我们大慈大悲的佛陀 以尽所有之和如所有之来 完全照见它的真相 然后在有关佛经当中 已经宣说了 菩提心如实的功德 我们不说佛经的这种功德 而佛经里面所宣说的 世间上也是任何一个民族 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家庭当中 像这么样的菩提心 也就是说 完全都是 无有任何条件的 利益一切众生 利益所有的众生 这样的心态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具足 那我们应该值得 非常敬仰 上至总统 国家主席 下至我们在街上的 七个以上的相续当中 如果有了这样的一种利他之心 那应该是 大家都是非常值得佩服的 因为他的显度并不是说 我要帮助我的父母 我的亲朋好友 不是这样的 凡是与他结缘的 所有的这些众生 未来的漫长时日当中也好 或者现在生活的 无边无际的环境当中 凡是与他有缘的 所有的这些众生 全部是用万物 利他的精神来对待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世间上有多少人啊 世间上的很多人 都是为了我而奔波 为了我而掌斗 为了我而竞争 除了这个以外 世间上哪里有真正是 就是自己的一切的一切 全部牺牲 这样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 利他的功德是相当大的 看为一些众生安乐之因 遣除有情痛苦 众其之妙药 也就是说 珍宝菩提心 那么这个菩提心的福德 怎么能恒良带出来呢 佛陀在佛经当中 也就是说 《吉祥经》 《清闻经》当中是这样说的 菩提心福德 倘若有心事 遍满虚空皆也将超胜比 如果我们所讲的 大乘菩提心的福德 他的这种功德 如果有一个形状 不管是长方形 或者正方形等等 这样的形状 这样的形体 那整个无边无际的 虚空当中也是无法容纳的 就没办法装在虚空当中 甚至已经超胜虚空皆 超胜虚空皆 所以这一点可能是 很多凡夫人有点没办法接受一样 怎么会是 超越虚空皆那么大 那到底这个是什么样呢 可能我们有些人 有这种分别念 实际上我们凡夫人的智慧 极为微妙 也就是说特别的小 在这个范围当中 显得境界也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凡夫人不知道 也不一定是没有的 应该这样来理解 因此菩提心 这样的功德相当大 哪怕是我们在短短的时间当中 修持菩提心的话 那那个功德也是相当大的 我记得龙猛菩萨 在《菩提心事》当中 《菩提心事》当中也是这样说的 若人一刹那修持菩提心 所生诸佛的佛业难衡量 意思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在一瞬间 一刹那间当中 好好地 如理如实地修行菩提心 修行菩提心所带来的功德 便知的佛陀也是很难以衡量的 我刚才也讲了 确确实施所谓的佛陀的智慧 也是难以衡量的 这样的一个功德 我们现在凡夫受制 也就是说 经常被业力烦恼所困伏的 这样的众生也可以获得 所以我们修行人 一定要需要一种方便方法 如果没有方便方法 凭自己的一切愚痴的固执即见 然后修持 也是不一定有特别大的力量 因此我们依靠 大乘的方便方法来修行 这样的话 那你不一定需要苦行 也不一定需要 特别漫长的时间 也可以说 你不管是 做任何事情的过程当中 我想也是积累了 许许多多的功德 就像现在一些在家群体 真的每天都是 像善利的一些修行人 或者寺院里面的 一些出家人那样 有没有时间啊 每天都是念功课 或者修禅定 闻思修行 听课 有没有这样的时间呢 也就是说 大多数的世间人 大多数的在家人 几乎都是没有的 每天都是有戒恋不断的 许许多多的一些琐事 涌现在他的面前 他也是不得不处理 经常遇到这样的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人生 也是一瞬间的 非常斩断的 这个过程当中 你没有好好修持 也极为可惜的 那修持所有的 释迦牟尼佛的 八万四千法语 全部你这样的短暂人生当中 如果要全部修持 恐怕这个也不现实了 这样最好的办法就是 我们把所有的法 归纳成一个最重要的修行 然后你每天 哪怕是一瞬间也好 五秒 也就是说 五分钟也好 短暂的时间当中 你得很大的功德 这一点作为我们修行人来讲 应该说是非常需要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方便方法 那你这样的人生当中 有没有圆满修持佛法的机会 恐怕是没有的 所以我也是特别的希望 这次我们在不同场合当中 所听课的这些道友 这些佛友 应该我们也有一些 殊胜的这样的发愿 有了这样的发愿 希望你们也最好不要放弃 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 一定要将自己的世间当中 多多少少安排一些 好好地修持菩提心 所以我刚才再三讲 《龙猛菩萨的菩提心》里面的教证 我想大家也应该记着 若人一刹那修持菩提心 比佛所胜之功德佛也能衡量 那这样一刹那间的菩提心 我觉得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应该是你在短暂的时间 我们有些道友说 我现在心一直不能安住 你现在心不能安住 也不要紧 你一刹那 二刹那 三刹那 这样的这几个刹那间当中 应该可以转修 你就心里面想 我今天一定要好好地修持菩提心 你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要愿一切众生 要修持悲心 修悲心 修 然后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 真正的大悲菩提心 在这样的话 你几分钟之间再怎么样也是 应该是 我觉得可以安住 如果你这样安住 世间当中所得来的功德无法衡量 因此这些话 全部并不是我们凡夫人讲的 如果像我这样的凡夫人说了 可能你们 哎 到底是不是他自己 都是不知道自己的前途 还给我们讲这些功德 到底有没有啊 可能会是有怀疑的 但是这些话 来自于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亲自授记的 就是我们世间当中 称为第二大佛陀 龙猛菩萨 他在大乘菩提心事当中 已经讲得清清楚楚 所以我们应该 不可能不相信的了 只要有一个佛教徒 龙猛菩萨和无助菩萨的这些话 不可能是置之不虑了 不可能是这样的 以前也是在这个世间当中 真正的大乘佛教徒 没有发生过这样的 我想现在 有些分别念特别重 但是我想你没有任何理由 龙猛菩萨说的是不对 不会有这样的 所以他决定会有这样的功德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如果有如是大的功德 那么我们这样业力深重的人 为什么不希求啊 为什么不修持菩提心 为什么以前许许多多的 这些高僧大德们 一再强调菩提心 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在当前来讲 修什么其他的一些 甚深的生起持地 圆满持地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法 当然是非常殊胜的 这一点就没有什么可说的 但是你一定要先 在菩提心的基础上进行 这个对你来讲 也就是说是非常安全的 不过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恐怕我们的修行 不一定能成功 所以不管是你念佛也好 学习什么研究也好 参参也好 什么一个教派最好先 应该在菩提心的基础上进行 为什么阿底下尊者说 大乘和小乘之间 以菩提心来分解 然后内道和外道之间 以皈依来区分 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菩提心一定要修持 还在修持的功德 我想也给大家简单地介绍到这里 他这里就是说 仅仅是思维 利益有些众生 因为我们利他心的功德 在这个世间当中是相当大的 利他的心 真是我们世间的唯一的甘露 所以因为利他的功德 是相当大的缘故 实际上我在短暂的时间当中 要修慈心或者悲心 这样的利他的心 有些人在千别万劫当中 或者无数恒和杀的节日当中 这样的时日当中 在无数的佛陀面前 以无量无边的供品进行供养 那这个功德大不大呢 一般来讲当然是非常大的 供佛的功德是 其他的有些功德来想比较起来 也没办法比的 我们有关学习一些《显宗》 比如说《毗奈耶经》 《贤愚经》 还有其他有关经典当中 大家都知道 很多都是依靠供佛而获得的 包括《妙花莲花经》 这些里面讲 供佛的功德是相当大的 供菩萨的功德也是相当大的 甚至供阿罗汉和独觉的功德 这个也是相当大的 以前我们学戒律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很多的大施主 当时印度当年的一些大施主 就是以前对阿罗汉 对缘觉做一些 简单的供品而获得了他的果报 但是我们修菩提心的功德 或者修利他心的功德 相比较起来 那远远都已经超过了刚才 任何一个供养 世间当中一般来讲 世间人们认为 比如说我今天供养多少万 或者供养什么供品 这样有很大的功德 自己也这样认为 别人也觉得 哎 这个人肯定非常了不起的 他对寺院捐了多少钱 他对出家人供养了多少钱 他在佛像面前 每天供多少多少钱 我们大家都非常值得赞叹 但是你真正修菩提心的功德 相比较起来 那就比不上了 我供品再多 供养的时间再长 我供的方式再如何如何 实际上修菩提心的功德 比较起来 那菩提心的功德相当大 所以他这里说 何况说清净所有的众生 因为我们前面指的是 从怨菩提心的角度来讲 我仅仅是思维利益众生 发了这样一个怨菩提心 那这个功德也是已经远远超过 供养一切诸佛的功德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不仅心里面发愿 愿一切众生获得了佛陀的果位 而且在我的实际行动当中 我真正去操作 布施 持戒 安忍等等 我在实际行动当中 跟众生交往 跟众生打交道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该修大乘佛法的 所有的教言进行修 那这个功德更大了 更不用说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仅仅是 利益众生的功德 都已经远远超过供养佛陀 不但是我心里面还要观想 而且我在实际行动当中 真实在生活当中操作起来 那这个功德是相当大 这一点是不用二语 应该大家会明白的 我们平时在心里面发愿 利益众生也是很重要的 不仅是心里面发愿 而且在实际行为当中 就是跟人与人之间 或者众生与众生之间 有很多方面 有没有菩提心 可以看得出来 有些人好像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 一直是处理不好 一直是我对这个人不愿意说话 跟这个人不愿意接触 甚至前一段时间 我们有些资料 记得的时候 那些图记店的有些居士说 我不能跟这个人一起的 我不愿意 如果我跟这个人一起 我都不学佛了 有这样的说法 我听了以后特别地伤心 觉得这些人 真的该需要入菩萨心 如果没有学的话 已经完蛋了 为什么呢 你自己承认你是一种大乘佛教徒 那你非常简单的 你跟这个人一起在 比如说一个礼拜当中 你们集中一次也好 两次也好 这个之间的团结和 这个之间的相合心没有的话 那你学大乘佛法是 不知道变成什么 还自己认为 我已经皈依了多少多少年了 我如何如何 但实际上表面上都皈依 现在很多 表面上的东西非常多 你到街上去买东西的时候 很多也是有加码为品 还有很多的修行人当中 表面上皈依很多 但实际当中基本的 利他的心都是不具足的 实际上我们有些 尤其是在有些大城市里面的人 跟真的接触的时候 特别的不合合 比如说有个上师来了 上师来了 如果他坐我的车 那我很开心的 但是那一派的人就不来了 我们就不来见这个上师了 然后我这个上师 如果参加这一派的居士放生 那么那一派的居士就不来了 干脆我们就不去了 因为这个上师 到那边去的原因 这个原因何故呢 原因因为他在那边之谷 他从英明的逻辑推理 应该是这样推的 我不去 还有有些 比如说有些高僧大德 在这个寺院当中讲经说法 或者是在哪一个家里 给别人传法 在这个时候 另一派的居士 马上到一些宗教部门 马上去搞 我想在佛教徒当中 有如是的复杂性 应该说我们作为大乘佛教徒 我们虽然不能大力弘扬 大乘佛教的境界 但是我们故意地去毁谤 故意地去破坏 别人真正利他的行为 觉得是不应利的 很多不学佛教的人 没有这么坏的心肠 很多不学佛教的人 虽然他的缘分还没有到 但是他人与人之间的 处理关系 很多事情非常圆满 妥善地会处理的 不像有些佛教徒那样 基督心越来越强 把上师也当作 自己的上师 佛教变成家庭化 这就是我的佛教 除了我的家庭以外 谁都不承认 这样的复杂性的状况 我想作为一个大乘佛教 如今应该有 大家值得注意的事情 我想如果我这个宝库 寄到你那边 你都不愿意到那边 连去都不愿意去 已经到了这种程度的时候 那你 我看学什么样的大乘佛法 真正的这种大乘佛法 过一段时间 我们讲忍辱品的时候 恐怕很多人没办法停下去了 干脆你现在退了 这样的话 所以我们在这个山里面 受过长期佛教教育的人的心态 跟很多的世间 整天都是忙于世间八法的人的心态 有时候看起来 差距是相当大的 他们之间的一些 各种各样的关系 有时候看 这不是佛教徒的一种关系 应该说在非佛教徒当中 也是很难以讲到的 希望大家在学佛的过程当中 应该 我前一段时间所讲的那样 应该以狂容 应该以比较狂宏大量的心态 来包容整个佛教 否则你自己把自己困在 非常小的一些范围当中 你自己心里也是特别的痛苦 整天都是 除了自己以外的全部都是坏人 除了自己以外全部都是 上上下下全部是魔鬼 然后你认为自己是天人 那这个世界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庄严 所以我们学大乘佛法的时候 大家应该真正的 这种什么叫做愿菩提心 什么叫做心菩提心 那么我们全部远远慢慢地 在自相续当中能生起来的话 当然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讲 不是特别的容易 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 学习大乘佛法的人 应该在有些行为上 能不能稍微改变 这一点大家应该需要 值得努力 那么我们论当中是这样讲的 精进思维 利益众生也胜过供养佛陀佛 将精力投放在成办 一切有情安乐的事业上 更为超胜 也就不必言说了 不用说了 精进我们这样的思维 当然有两种解释方法 有些人认为精进思维 值得愿培训 有些人解释为 精进我们想帮助利他的功德 也是超过于供养佛陀的功德 也有这样的说法 佛陀在《萨摩帝王经》 当中是这样说的 举子难以他刹那 所有无量诸供品 恒时依此供生世 不及此行之一分 在无数无所 举子难以他 实际上是我们印度的梵语 它是无数的一种数量单位 在无数的刹头当中 有无量的供品 无量的供品以很长 无边的时间当中 对诸佛菩萨和高僧大德面前 作进行供养 那么这个功德大不大呢 当然每一个人会知道 这么长的时间当中 这么多的供品 供养给殊胜对境的圣者们 那肯定功德是相当大的了 修慈心 修慈心是什么样呢 大家也清楚 只要是让众生获得快乐 这样好心的功德比较起来 那他的百分之一是比不上的 这样的 持心的功德是相当的 所以佛陀在《大积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所讲的不可思议的三种功德 其中第一个就是 修持菩提心的功德 所以还有在《勇士请问经》里面也有 在恒河沙数的诸佛圣者面前 以无量无边的供品 何尝而供养的功德比较起来 修瞬间的菩提心的功德 这两个比较起来的时候 修菩提心的功德很大 因此我想 我们在座的人 修菩提心不要看 这是这几天的事情 或者说 这不是特别重要 不能这么想 以前华智仁波切和很多 之前高僧大德 一辈子都是主要修行的法 就是菩提心 所以我们在时时刻刻当中 不管你到什么样的环境 到哪里 哪怕是到了临终的时候 你也应该想 愿我生生世世 不要离开菩提心 应该发这样的善愿 因为菩提心的利他的力量 这个是相当大的 我们以前翻译《世尊广传》的时候 也是在有些文章当中 也是说过 为什么菩提心功德是大呢 我们知道 这个世间当中 除了利他以外 哪里有一个最珍贵的东西 的确是没有的 一个人最好的特点 最好的功德是什么 就是他有一颗利他的心 有了一个利他的心 那么其他都不要紧的 所以华智仁波切在《前行》里面 已经讲了 你要观察善知识的话 所有善知识的法相 现在末法时代都很难以具足 只要相续当中 有一颗菩提心 你就如理如实地去可以移植了 所以在我们 不管是大的团体当中 小的团体当中 只要是一心一意帮助别人 有一颗利他的心的人 应该说 在这个世界当中是最好的 也可以叫做菩萨 也可以叫做佛陀 所以这不仅是我们佛教的精神 我看世间当中 我们眼看全球的所有众生当中 也是不强调利他的 是没有的 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民族 任何一个地区和部落当中 只要是有了利他的心 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很有希望的 所以大家在利他的菩提心方面 应该值得下功夫 我们平时做什么功德 做什么善事 这些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每天都是 哪怕我闻法的时候也好 或者有些人上班 有些人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出门的时候 你做任何一件事情的开头 我今天所做的事情 就不是我为自己 应该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发这样一颗心的话 实际上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 因此大家应该相信佛陀的教言 我们作为佛教徒 如果对佛陀的教言也是置之不利 那其他就没有什么可一致的了 所以大家听了 菩提心的功德以后 会不会有一个 以后一定要认认真正地修菩提心 确实菩提心的功德是相当的 如果你的心的相续当中 产生这样一个定解 那说明我们第一篇讲的内容 应该对你来讲 还是起一些作用的 但是我们凡夫人 就像《世尊广传》里面所说的那样 凡夫人的心态是不稳定的 就像水上的花纹一样 一会儿就消失了 有些遇到了违缘 就像是水泡一样 遇到违缘的时候 马上消失 所以凡夫人的心态不稳 这个一定要时时刻刻地 一方面自己提醒自己 一方面要听说 很多上师们的教言 这样一来你的菩提心 也会比较稳固起来 到一定的时候就自然了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这样讲的 首先我们修菩提心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种改造的心 我要修菩提心 我要修菩提心 首先作为一个凡夫人 从来都是我 只想的时候 我没有想过他 所以这个心很不容易转过来 首先应该有一种改造的心来 强迫的 让他我要修菩提心 我要修利他的心 应该首先是这样修 然后到了一定的时候 逐渐逐渐会变成自然了 你没有想的时候 哦 我就是大乘佛教徒 我一定要利益众生 自然而然出现这样的心态 所以上师当年讲《入菩萨行论》的时候 也给大家这样有教解的 在这里讲了 抗词前面的 菩提心的 广大所愿的利他的心 那么第二个问题 其他无有如此之加行 那么其他在世间当中 没有这样的加行 没有什么样殊胜的 利他的行为和利他的作用 他这里就是说 我们世间上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众生 在他的行为也好 他的心里 都愿意遣除一切的痛苦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不管是地狱旁生 饿鬼的众生也好 或者我们世间长在人类当中 所有的全球上的这些人们 他愿不愿意自己感受痛苦 都不愿意 每一个人想消除他的疾病 瘟疫 战乱 灾难等等 这方面全力以赴 都在忙着这些事情 心里面是这样想的 但实际上我们人类大多数的人 对取舍因果方面 是非常的愚痴 心里面是想 遣除这样的痛苦 但实际上你的行为 并没有这样做的 反而行持什么呢 反而行持痛苦的因 也就是说 你就寻找痛苦 并没有这样讲 世间上的许多人 有些人想获得发财 然后到处去抢劫 偷盗 结果不但是得不到财物 自己关在监狱当中 即生也痛苦 来世也是痛苦的 有些人想 遣除自己的贫困 然后开始通过一些 非法的行为进行操作 但后来也不会入圆异常的 有些人为了暂时 自己的口服之余 简单的吃一顿饭 然后杀害无量的众生 结果这些人 有些在即生当中 也是马上变成一些病变 马上一些病因 然后自己得一些 绝症而死亡的 有些虽然即生当中是没有 但是来世感受无量的杀害 以自己的珍贵生命来赔上 而感受这样的痛苦 所以现在的人 真的 《华智仁波切前行》里面 所讲的那样 心里先获得的安乐和实际上行为当中 所作的痛苦的因 这两个被盗而刺 心里每一个人 都是想遣除所有的痛苦 但实际上他的行为 并没有做遣除痛苦的事情 有些人想获得快乐 开始进行自杀 有些人想获得快乐 开始吸毒 有些人通过感情 肉身上的一些接触 这样从事自己的生活 觉得在自己享受一些快乐 但结果自己落入一个 永远也是不能自拔的 一些痛苦的离抗当中 也有无量的感受 无量的痛苦 所以我们世间上的人们 从表面上看来 很多人都好像获得 也是自由自在的 但实际上他们的 很多很多的行为非常逆耻 包括我们现在世间上面的 很多的战争 很多的灾难 实际上我们的行为 也有关系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 洪水 灾难 沙尘宝 还有一些世间的 比如对中国来讲 沙漠的范围 越来越扩大 这些都是一方面 我们对 比如说乱看舍林 还有一些菩萨动物等等 人类自己 造成的很多很多的隐身 所以我们破坏这样的 生态环境的话 那自然然反作用力 在我们的身心当中会出现的 所以说我们人类自身 如果你没有爱护你的自然环境 就像现在非洲 基本上很多战争的因素 也是依靠他们 自身的一些行为 这一点全球上许许多多的一些智者 也是研究得出来的结论 包括别人的一些战乱 阿富汗的一些灭伏 这些等等很多的现象 应该说是 人类他自己 为了寻找一些快乐 或者遣除一些痛苦的过程当中 因为他不善巧因果之间的关系 反而把自己的快乐 全部都是灭掉 然后不愿意的东西就开始出现 会有这种情况 这样我们世间上的这些众生 相当的可怜 他们很想依靠一种途径 依靠一些手段 遣除自相续当中的这种痛苦 但是不但做不到 不能到达你的目的 而且反而造成了各种痛苦 那么这些人虽然求安乐 但是因为愚痴蒙蔽 因为愚痴蒙蔽 所以自己的快乐 就像我们杀害 瞎灭敌人一样的 全部的这种快乐的因和快乐的果 全部都已经摧毁了 这样的世间人 现在是多得不可计所 有时候我们看了一些大城市里面 有些不管人们的吃饭也好 言行举止 很多方面 真正对自己的精神来是有意义的 基本上都不知道 甚至很多人是以邪言来看待的 而且自己根本没有利益的 把它当作非常稀有的 非常深妙的东西来看待 所以人论有时候看到 已经愚痴到极点 当然有个别的人 他不一定是承认的 在疯狂的群体当中 谁都不承认自己是疯狂 这是我们原来学过《四百论》的时候 大家也应该清楚的 所以我们这一个颂词当中 也应该说非常明确的 应该一阵简绝地指出了 我们现在人类 对取舍因果方面极其愚痴 他们取舍因果的智慧 没有开现之前 人类一直在这样的痛苦当中 不可能解脱出来 虽然人类自己 说是要创造自己的环境 工厂 美好的社会 家园等等 有很多好听的口号 但实际上我们人类应该有 许许多多的一些不良因素在里面 所以人们必须要 以徒劳清醒来观察 谁是安乐的因 谁是痛苦的因 什么是对众生有快乐 什么是对众生没有快乐 这些问题上面 也值得分析 他这里说 所谓的菩提心实际上给很多众生 就是得安乐的 对无量的众生得安乐的 因为我们在这里解释的时候 菩提心是 从三个方面来可以阐述 菩提心具有大慈心 具有大悲心 还有大智慧 那么菩提心的这种大慈心 大慈心大家都知道 愿众生获得快乐的 一种殊胜的心态 那么这个心对无量的众生 满足暂时和究竟的快乐 对他们来讲 应该通过布施 通过持戒 这样让众生也非常的满足 而且我们经常是 帮助众生 帮助众生的时候 这些众生会不会快乐呢 确实很快乐的 就像我们前一段时间 所讲的一样佛教的一些精神 真正融入到一些 社会的各个角落当中 肯定许许多多的人会高兴 为什么高兴呢 因为我们佛教的利贪 并不是我偷有某种目的 而去帮助你的 世间的行为并不是这样的 比如说领导 关心群众的话 其实领导的心里面 有个别领导的心里面 他有他的位置 他有他的梵挽 很多的考虑在里面 他实际上并不是 真正地爱下面的群众 只不过有些方面 外表上是对你特别的关心 但实际上你内心当中 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的地位 或者自己的一些恭敬等等 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佛教的 真正的一些王物的精神 圣人是不得不承认的 这样的这种纯洁的心 如果你不承认的话 你的肯定精神是有问题的 这样的大慈心 能无量无边的众生得以满足 而且让他们获得快乐的意思 然后我们刚才讲的 所谓的大悲心 因为我们知道大悲心是 愿众生离开痛苦 这个心态就叫做大悲心 那么以大悲心 无量的众生 他们相续当中 应该是有不知取舍的 有许许多多的 一些身体和心的痛苦 那么这些 比如说苦苦 或者是辛苦变苦等等 这些痛苦依靠 我们菩提心的大悲心 完全都是斩断 完全都是断出 他们相续当中的各种痛苦 然后我们用大智慧来什么呢 用大智慧来许许多多的众生 根本不知道这个趋势 不要说说我们 空性当中的这些甚深的教言 连名言当中自己的 前世后世和猎因果都不懂 所以他们是非常可怜的 那么对这些众生来讲 也应该以大智慧来遣除 他们相续当中的 无明黑暗的愚痴 如果一个心态 既对众生也得到快乐 又对众生获得 断除一切痛苦 还有将他们相续当中的愚痴 全部要瓦解的话 那这样的心态是不是 对我们世间当中来讲是最好的了 宁有自当善 在这个世间当中 哪里有这么好的善业 哪里有这么好的心态呢 确实我们相续当中 如果所有的快乐也赐给我们 所有的痛苦也让我们遣除 然后包括我们相续当中的愚痴 也要遣除的话 这个是不是值得很向往的 那么这个是不是 最大的善呢 应该是最大 因为断除所有的违平 建立所有的随缘 这就是我们世间当中 最喜欢的东西 所以说 宁有此等善 安得四次有 那么这样的菩提心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 遣除一切痛苦 获得一切快乐 这种心态应该说是 我们众生当中最好的亲友 所谓的亲友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一般是当你未来 当你困难的时候 就是帮助你 解决你的困难 当你快乐的时候 增上你的快乐 这就是一般亲友 有这种作用 但是世间上的这些亲友 也是有条件的 有限制的 让我们的菩提心真正是 伴随着我们的乃至生生世世 这样的话 世间上其他任何一种亲友 不可靠的 当他自己真的有一些 前途有一些威望的时候 还是他们会照顾你 他们会帮助你的 当你真正是沦落到 谁也看不惯的地步的时候 恐怕不一定是 真正是帮助你的 前一段时间我所讲的从非 她后来真正得非爱的时候 好多人以前帮过她的人 他们都不理 他们都根本不管她 很多当时新闻媒体的人都特别生气 专门牵制了这些人 以前她在希望发达的时候 很多人都如何如何 现在你们拥有的快乐 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她 但是当她困难的时候 很多世间人不理她 没有良心 所以所谓的亲友 所谓的我们的朋友 你只要图着一种目的 根本没有利益 但是这个菩提心真的是 我们每一个人来讲 是真正的亲友 应该这样来对待 前一段时间有外面的一个人 给我这样讲的 虽然她现在离开了家乡 已经离开了国土 在西方国家 有时候有一种孤独感 但是有时候看到 大乘佛法的境界 一点都不寂寞 一点都不痛苦 好像自己觉得 即生当中非常有福报 遇到这么殊胜的法要 有些人是这样讲的 我觉得也是这些人 真的发融入了心 菩提心如果配着我们 我想不管你是出家人 你是在家人 从你的任何接触 交往方面 别人没有帮助 别人对你没有什么在乎 你自己应该有一个 最好的亲友了 应该可以这样来想 岂有如此佛 那这个世界上 具有如此的一切快乐 遣除一切痛苦的 连睡眠当中也是 你的功德不断不断地增上 那这样的佛德 哪一个善法当中有的 我们平时念佛 禅禅 还有一些 比如说 转经论 功夫 这些是有不可思议的功德 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有没有 菩提心那样功德最大的 确实是在有关经典当中 看的话是没有的 所以利他应该说 功德是最大的 杀害众生所有的罪过当中 过失是最大的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 我们遇到什么样的 违缘和困难 永远都是不能舍弃利他的菩提心 这个大家一定要发这种誓言 在诸佛菩萨面前也发誓言 在上师面前也发誓言 平时早上起来 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要想 我哪怕是怎么样 遇到再大的困难 离他的菩提心我不舍弃 最好我不杀害任何众生 有些佛教徒 遇到他再大的困难 比如说有些在家人 他有时候比如说 家里面出现一些蚂蚁 出现一些蟑螂 当然对一般的生活来讲 这个是特别不顺严的 非常困难的时间 但是有些发了菩提心的人 你遇到再大的困难 我不杀害这些 这说明他的相续当中 真的有菩提心 有些自己认为 自己非常了不起 但是你看见蟑螂的时候 啪 然后看见蚂蚁的时候 噢 这样猜下去 真的 说明相续当中的菩提心 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当然这样也是 可能有些菩萨行为 如果菩萨行为 我们也没办法衡量 但总的来讲 利他的心应该是很重要的 下面讲义里面是这样说的 作为众生 尽管有想 取掉痛苦的信念 可是由于茫然不知 痛苦之因是不善业 他们根本不知道 痛苦的因不善业 我们现在世间当中 杀到阴亡 或者自行罪和佛制罪 这些很多的罪业 根本不知道是痛苦的因 还有些人认为是这样讲的 别人你看天天都是吃海鲜 但是他的身体是越来越好 怎么会痛苦 还有什么过失呢 肯定没有过失 不然你看这个工作也很顺利 身体也是越来越好 当然我们佛陀并没有说 现在做任何一个事情 马上承受果报 没有这么说 不要说佛陀没有这么说 世间当中也是没有这样 世间当中的有些坏人 搞各种黑社会的人 表面上看到 好像他过得特别地快乐 整天都是住在无形级的宾馆 他吃得也好 穿得也好 特别特别地顺利 但是过一段时间 真的判死刑的时候 别人都知道 哦 原来那么快乐的人 今天到了这样的地步 所以我们今天吃众生的肉 今天造恶业的这些人 今天不一定你看得出来他的果报 但总有一天 也许是今世 也许是来世 在这个时候 他必定是在感受痛苦的 所以我们现在世间人们 对基本的因果 不要说善和恶之间的因果 连基本的因果也是不懂的 我们现在秋天拨下来的种子 不可能马上开坏结果 如果这样 那农民都不用等秋天了 很好 到了春天的时候 你就可以忆念当中 你要得多少庄稼 所以根本不知道这些因果 反而律律地奔波造罪 虽然也想到获得一些快乐 但全然不晓得乐的方法 他们根本不知道 一个什么样获得方法 刚才我们所讲的一样 有些人想自己获得一些快乐 抢别人 欺骗别人 用一些各种狭窄的手段 来开始维护自己 结果你能不能维护自己 谁也没办法呢 以这样的无名愚痴 而起立了善业 结果将自己所有的安乐 就像我们摧毁原地一样 全部都毁灭 于是我们匮乏 发烧安乐 还有巨多痛苦的这些众生 我们想到很多人 真的因为造善业 没有造 没有造善业 所以他的快乐是极为缺少的 然后造的痛苦太多了 因此在他的生活当中也好 他的来世有痛苦 痛苦是许许多多的 这样的 这些众生怀着大悲心 用一切快乐来满足他们 依靠菩提心的话 菩提心一具具足 大慈心和大悲心 大慈心满足他们 以大悲心 解除他们相续当中 所有的这些痛苦 以大智慧来遣除他们 对苦乐之因 一无所知的愚痴 用大智慧来遣除 所以哪有与此相提并论的善业 哪有与菩提心相提并论的 哪有与他比得上的这种善业 实际上是没有啊 不管你修什么样的法 确实菩提心没办法比的 尤其是我们 华智仁波切的教言当中 不管你修什么样的 修显宗 修密宗 但你没有菩提心的话 很多都利益不大 那就是形象的一种善业了 哪有能力气帮助的亲人 哪有真正的 像这么好的亲人 哪有能一直生起 如此福的事实 所以《入菩萨行论》 实际上它完全是一种实修法门 有些人认为 我现在不用听课 不用学习《入菩萨行论》 学习《入菩萨行论》 实际上主要是 哲理性比较强 理论上的东西 我现在不用 我天天都是闭关了 我天天都是实修 我是实修为主的 但我想如果你入菩萨行论 那样的东西 你没有能实修的话 恐怕其他的实修 哪怕是你再搞到什么样的法门了 有时候会不会变成 一些外道的心 因为你的相续当中 一般来讲 我们凡夫人与凡夫人之间 是比较了解的 看你的心态是怎么样 我的心态是什么样 你出大的烦恼是什么样 我们都比较清楚的 如果你像这样的一种性格 没有一利他的心 基本的一些菩提心 你的相续当中 还没有发得起来的话 恐怕是修其他的法 能不能成功啊 所以高僧大德们 所抉择的这些大法 比如说大树营 大宗观 大圆满大卫的 还有禅宗的明习间行 净土宗的一心不乱的经济等等 这些应该说是对基本法力的基础上 才可以产生他的功德 如果你对轮回的 基本的出离心也没有 菩提心也没有 平白无果的 会不会真正获得成就 而且这些问题上应该要做 我们修行人来讲 这个问题很大 不是修行人来讲 好像这些也是 对你来讲 无关紧要的事 所以大家应该在自己一生当中 你要选择一个 最有意义的法要修 这个是最可靠的 千万不要 今天这个上师随随便便传一个 明天那个气功师 给我讲一个法 这个可能很殊胜啊 你看我的病 马上都已经治好了 现在很多人是眼前的树木存光 真的对长远的 不要说高中演讲 真正的一些基本法力 他就不像 长远的东西根本不像 只要是眼前的一些身体健康 发财 或者是一些心情比较快乐 这个作为是很重视的 实际上不应该这样的 我们作为一个人 应该对自己的来世 对自己的漫长生活实验 还是有一定的理想 如果没有这样 恐怕我们修行 不一定是成功的 因此作为佛教徒应该多学习一下 佛经的真正的实相 如果佛经基本的这些实相 我们没有懂到 我们可能不是真正的佛教徒 所以菩提心这样的福德 那的确我们 千见万论当中是找不到的 因此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 最重要的 应该放在 修行菩提心上面 那么下面第三个课判 有赞叹具有发菩提心的菩提甲乐 这个用五个方面来宣说 首先第一个是 自信利他 因为我们前面 广讲菩提心的功德 现在菩提心具有的人 他的功德是相当大的 《现观传论》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讲修行道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相续当中 具有菩提心和具有修行的人 不管是住在哪里 实际上这个人 跟佛塔没有什么差别 《金刚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那么我们大乘菩提心 在任何一个人的相续当中 不管是乞丐也好 鸡女也好 屠佛也好 或者说什么样下等下列的人的 相续当中如果有了菩提心 那么我们所有的出家人和在家人 应该值得恭敬 供养 顶礼 菩提心的威力 真的是相当大的 那么下面讲这个颂词 若人出恩施 尚且应成战 何况唯俗陀菩萨自乐威 他这里的意思就是 我们世间当中 如果有些人遇到困难的时候 灾难的时候 或者自己贫穷的时候 别人对你帮助 别人对你做了一些 有意义的事情 结果你在这样的苦难当中 已经出来了 后来这些人稍微自己 有一点欠财 有一点势力 这个时候他就想到 哦 原来最困难的时候 最痛苦的时候 这个人已经帮过忙 古人也说 低水之恩 用拳相报 那这样我这个人 不应该做一个 网恩负义的人 应该尽量地帮助他 这个时候别人都会说 哎 这个人是很好的 这个人原来困难的时候 某某人就帮助过他 但是他根本没有网 现在还是报恩的 这个人是如何如何好 别人会赞叹他的 这是我们世间当中 最基本的一个法规 也是一个基本的人择礼 以前《军鬼教论》当中 也是麦彭仁波切这样讲的 世间当中 只要是感恩图报的 还有了知因果的这个人 不仅是人们对他也是恭敬有加 而且包括天人 也是经常保护他们的 我们世间当中最重要的什么呢 一个是不能当网恩负义的 应该别人对你有恩的时候 你要知道 应该帮助他 这个是一个重要 一个是动因果的 这一点 任何非人都会帮助你的 那么这一点是 为什么这样呢 这个是你们之间 有一定的关心才 别人帮助的 但是菩萨的帮助 跟这个比较起来 完全是不相同的 怎么不相同呢 何况为俗陀 菩萨自乐为 那么菩萨的话 任何人也并没有委托他 诸托他 或者劝请他 你要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你一定要做 并没有这样的 而是他自己应该说是 前世学习过大乘佛法的 善根和习气成熟 他看见无量无边的这些众生 在轮回当中如是痛苦 对他们生起极大的悲心 然后他自己 赔上利益众生的盔甲 而且开始发坚定的誓言 帮助或者利益无边无际的众生 但利益众生的时候 并不是以前这个人对我很好 所以我要帮他忙 或者我要帮助他 他没有这样的互相交流 或者互相替换的想法 也是没有的 还有些人 像我今天帮助他 过一段时间 他有所成就的时候 他会帮我 他这样的报应 也没有希求的 也没有想 我今生当中帮助他 我来时可能到了 什么什么清净刹土 我获得快乐 他这样也没有的 任何条件都没有 没有任何条件的情况下 他帮助无量无边的众生 我们值不值得赞叹他呢 应该是值得赞叹他 你看世间上的人们 互相以前有经济来玩 或者有一些这样的关系 后来帮助他的时候 人们都认为 啊 这个人是很好啊 你看他还是知报知恩的人 这个人真的很不错啊 他有一定的人归 但是作为菩萨的精神 并不是这样的 不管是对你好 而且有些对你一点都不好 反而对你如何如何加害的时候 菩萨不顾一切帮助 就像我们释迦牟尼佛 在因地的时候 就是这个菩萨大度 世上都是要破坏他的一些善心 但是世尊当时不但不生气 反而会帮助 所以在世尊的公文当中 大家也看得特别多 许许多多的这样 所以我们在学习 大乘佛法的时候 我刚才也讲了 希望不管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 我们首先是最基本的 人际关系必须要处理 如果你连人际关系不能处理 整天都是为了我而争夺 那你的相续当中 真的有没有菩提心 也非常难说 所以我们在诸佛菩萨面前 每天都是发誓 我利益无量的众生 那么我们同行道友之间 一个上师面前听课的 然后在一个场合当中 学习大乘佛法的这些人的关系 也是如果弄得特别糟糕 你真正是害你的众生 或者素不相识的 这样的众生你要多的话 你恐怕是无条件 不会多的 因为你的这种帮助 有一定的限度 只要你帮我 我也帮你 你如果没有害我的话 我不害你 你如果害我的话 我反而害你 那这样跟我们 世间小乘的观点也是没有的 世间基本的一些人力当中 也是一般来讲不会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一定要独具自相续当中 以前的一些知识之力的心 一定要认认真真地学习 前辈高僧大德们的这些世界 他们通过什么样的 利他的菩提心呢 帮助无量的众生 而自己获得成就 最后度化天下众生 虽然现在我们的能力 各方面虽然没有成熟 但是我们一定要向他们学习 祈祷诸佛菩萨 在此相续当中的 菩提心早日成熟 应该时时刻刻 都是有这样的利他心 这样的菩萨 那就更不用说了 这样的菩萨 谁都没有委托 谁都没有说你 但是你自愿帮助那么多众生 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 好 今天讲到这里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